我以前在传媒公司上班 认识一个姓林的甲方 这个林老板是个土大款 别的爱好没有 就是好喝酒吹牛 一般呢 我们要谈项目 只要林老板喝到开始 讲他白手起家的离奇故事 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成了 林老板打小家里条件不好 早早的就辍学大工了 他跟着一个村里的包工头 到处给人家拆房子建房子 都是利器活 林老板那个时候 虽然没什么学问 但是人又机灵又勤快 很快就从工人里脱颖而出 成为了包工头的左膀右臂 很得包工头的喜欢 常常跟着包工头出去懒活 有一次 有一户人家要改造老宅 联系到包工头了 包工头一听 是个大宅子大工程 当天就带着林老板 跑去两尺了 那个村子 离林老板和包工头的村子 非常远 一早出门 开着包工头的小破面包车 到了下午四点猜到地方 那果然是一座大宅子 门头很大 门口两边都是破败的砖墙 能看出来 很久没有人居住了 刚开春的时节 又是阴天 下午四点的时候 天色已经有一些昏暗了 在这昏暗的光线下 宅子显得有些阴森 林老板却敲了敲门 明明刚刚联系过主人 说马上就到 此时却没人开门了 林老板听到一些 稀稀索索的声音 就把耳朵贴到门上 想听听里面是不是有人 结果却听到一些 乒乒乓乓乓的 敲打金属的声音 于是林老板又敲了一会儿 却一直都没有人来开门 包工头等得有些着急了 就又给主人家打电话 被告知在原地等一下 不过一会儿啊 一个年轻妇人骑着摩托车 从巷子外面拐了进来 他头上烫着大波浪 身上穿着牛仔裤 在那个年代 已经是非常时髦的打扮了 和这破败的宅子 显得格格不入 他一边抱怨着 一边费劲地开锁 夫人终于打开了锁 头也不回地就往里面走 只是招呼着林老板 和包工头进门 林老板那个时候 从未见过这样规模的房子 好奇得不得了 快步走上前去 于是刚到门口 就感觉一阵阴风袭了 吹得林老板一个凄凉 包工头这个时候也走了过来 他见林老板愣住 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林老板回过神来 跟着进了院子 这宅子里四处都是野草和破瓦 有些屋顶已经坍塌 墙皮也斑驳得厉害 被烟的地方长满了青苔 宅子里有一股怪异的味道 有心有呛 三人都不自觉地捂住了鼻子 前头的夫人领着包工头 进了前厅 不断地指出要拆除的部分 林老板却被前院角落里的 一个水缸吸引了注意力 他觉得那水缸里有嗡鸣之声 而包工头和妇人却对此毫无察觉 林老板看包工头和妇人已经走远 就自顾自地朝那水缸走去 越是走近 那水缸里发出的嗡鸣声就越响 他探头朝那水缸里看去 水缸里只有一块长满青苔的东西 摆在缸底 也不知道是块石头还是块铁 青苔的间隙能看见斑驳的表面 凹凸起伏的似乎还叼着什么纹路 林老板似乎是受了什么蛊惑一般 把那个长满青苔的东西拿了出来 正想扒开上面的青苔 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听见背后传来包工头的抱贺 林老板吓得松开了手 那东西当的一声落在地上 而这一瞬间 原本一直在耳边营绕的嗡鸣声 也消失了 这巨大的声响 也把那妇人引了出来 见包工头因为一块石头 正在教训林老板 就出来打云场 包工头文言 也不好在客户前数了林老板 瞪了他一眼之后 又跟着妇人去后院了 林老板也顾不上石头了 连忙跟着包工头去院里各处量尺寸了 可心里边啊 还是惦记着那个东西 临走的时候 林老板向妇人讨要了那东西 因为此时天已经黑了 林老板和包工头就在这个村里借住了下来 林老板到了住的地方 拿出了那个东西 包工头嫌弃那东西臭 就把林老板赶到了门口 林老板拿着抹布小刀 一阵鼓道 等屋里的包工头已经打起了呼噜 才终于把这东西清理出来 这东西是块金属割的 刮掉青苔还是绿油油的 里面竟然是中空的 一边四个小桶两头翘起 另一边有个圆柱 像是个把手 表面刻着些诡异的花纹 看着着实稀奇 金属割的表面上秀气斑斑的 花纹里还残局着各种沙土植物 看不真切 林老板看着天太晚了 就打算明天闲下来再接着清理 把这金属割的就放到了床底下 当天夜里 林老板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梦见自己在一片山谷中 低头一看 脚下全都是尸体 林老板被吓了一跳 退后了几步 身体抵到一块大石头上 却觉得头顶似乎有水滴下了 林老板抬头一看 就见一个死人的脸正冲着自己呢 眼睛的地方只剩下一对血窟窿 血滚滚的流淌下来 好像在哭泽一般 林老板被吓傻了 动都不敢动了 只一瞬间 一声尖利的嗡鸣席卷 席卷林老板的脑袋 眼前的景色一直模糊 在睁开眼 林老板发现原来这是一场梦 第二天 林老板和包工头早早的就去了那宅子 开始收拾院子里的杂物 下午的时候 包工头手下的其他工人 也带着各种工具来到了这个村子 林老板由于头天晚上做噩梦没睡好 第二天就显得有些无精打采的 包工头见林老板干活懈怠 就训斥了他两句 这林老板虽然被骂 心里边也虚呀 就打定主意 第二天好好的干活 不能再偷懒了 谁知道当天夜里啊 林老板又做噩梦了 这回他梦见了一片屠戮的战场 那个时候 电视还不普及呢 林老板只见过杀猪 从未见过杀人的 那些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场面 吓得林老板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就在这时 一个人影突然就倒在他旁边 接着一柄枪刺穿了他的腹部 那个人的参叫声在林老板的耳边炸裂 只见那被刺穿腹部的人已经动弹不得 可是还没死透 挣扎着在地上呻吟扭动 伸着手似乎才向林老板求救 林老板被吓得往后爬 冷汗湿透了全身 正在这个时候 林老板就听见远方 似乎传来一阵嗡鸣声 与前天在宅子里听到的如出一辙 仔细听似乎是什么金属震动的声音 伴随着声音 一边的士兵似乎收到什么信号 开始后撤 而另一边的则乘胜追了上去 不知过了多久 这战场上只剩下满地的尸骨和折断的旗杆 林老板悠悠地转醒了 他摸着被冷汗湿透的褥子 心下还有些漆漆 此时天还没亮 他从床底下拿出那个金属疙瘩 走到屋外捡了根铁管 轻轻地敲了敲的金属疙瘩 那疙瘩发出清脆的嗡鸣声 比起梦中和当初在院子里听见的 有清晰很多 声音也大 瞬间传出去很远 惊起了阵阵全废 林老板吓了一跳啊 生怕吵醒包工头和其他工人 于是偷偷摸摸地就拎着这个金属疙瘩 回了房间 林老板觉得这东西很古怪 他小的时候 见过城里的人来乡县 收一些老物件 觉得这东西啊 说不定可以卖钱 因此第二天 以生病为由 跟包工头请了半天假 揣着那金属疙瘩 就跑到县城里面去了 到了县城里 林老板才发现 自己根本不知道 要把这东西卖给谁 往哪里卖 就灰溜溜地准备回村 等车期间 正好看起一个老头 在摆摊算命 就掏出这金属疙瘩 给那老头看 老头一看这金属疙瘩 眼睛就直了 你这东西是大凶大煞呀 都说金生水 放在家里本来是招财的 可这是战场上 留下来的东西 沾满血腥啊 放在家里只会家宅不完 我就好人做到底 你把它给我 我替你化解了吧 那算命老头 说说就变了脸色 摆出一副愁苦的样子 跟林老板白话 那算命老头的脸色变换 被林老板看在眼里 他没有被算命的所骗 只是他算命老头的话 更坚定了他对金属疙瘩的信心 只是假装老头算错了 一边大骂的骗人 一边离开了 林老板也不往回赶了 揣着这金属疙瘩 一路打听旧货市场 那时候 林老板心里还没有古董的概念 因为记得有人曾来乡写 收旧家具 就冲着县城里唯一的旧货市场去了 林老板拿着那个金属疙瘩 挨家挨户的问收不收 那些人都咬脑袋 眼见着太阳都落山了 林老板终于带着这个铁疙瘩 问到了唯一家的古董店 这古董店其实也是买卖旧家具的 只是店里都是明清样式的家具 价格都不便宜 因此开在最里面的 但是古董店老板 却是一个懂行的 本来见林老板依附朴实 不像是能消费的 就对他不太搭理 可是林老板一掏出那金属疙瘩 古董店老板两个眼睛就亮了起来 古董店老板和林老板一番讨价还价 最终林老板八百块把这个铁疙瘩卖了 那个时候 普通工人半年也就挣八百块钱 对于林老板来说 这是一笔巨款 也是林老板人生的第一桶金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后 这古董店老板才对林老板说这东西是争 有个成语叫做明金收兵 里面的金就是指他 林老板立马想起了前两夜做的梦 恐怕这玩意儿真如算命老先生说的 是个见多了杀戮 带着杀气的东西 怕古董店老板发现这怪事反悔 于是拿了钱急匆匆的就走了 林老板拿着这八百块钱回来那宅子 没和任何人说起 干完了拆宅子的活 就和包工头辞了行 他只身一人南下去了大城市 开始做起了生意 此中辛苦波折诸多不论 从林老板两天就能法赢过来 那真能卖钱 且最终卖的不便宜 就能看出 林老板天生就精明能干 如今林老板谈起这事 还十分后悔 他现在有了见识 知道了古丸 也知道了那争 是春秋战锅的东西 我心里却觉得 那个拆了老宅子 盖起小洋楼的人家才是亏了 水缸里放个生财的装饰品 就是千年前的古董 那拆了的老宅子里 不知道扔了多少值钱的玩意